在这个千篇一律的白右兽时代 以前的女星长相各有特色 百花齐放 尽管有些女星 明明在外形上存在某些缺陷 可一患上古装出演角色 她们却能凭借超反的气质和精湛的演技实现逆袭 成为艳压群方的存在 本期小乐就带大家看看都有谁 一 梁小兵陈远远 说到五官有硬伤的女星 那一定绕不开1990年香港小姐继军梁小兵 梁小兵的五官细看bug很多 她而宽的鼻子是最大的硬伤 此外她还有面中凹陷 鼻梁不高 鼻脸等问题 梁小兵的不完美长相 在现代感强的时装剧里可能不太吃香 但只要换上古装 她天生自带灵气的婉约之美 便会令人分外着迷 清愁里续间寒情默默 越看越觉得赏心悦目 在1998年TVB版录顶记中 梁小兵一人分世陈远远 阿柯母女两脚 而神奇的是 倔得她饰演的陈远远 不仅咽压陈少侠 陈安琪 邝文勋 刘乔芳等一众女演员 就连自己演的阿柯都被盖住了风头 尽管五官扁平了些 不过烈焰浓妆仪化 饱满发际一盘 梁小兵的陈远远一登场 就定下了角色美人的基调 美的宣兵夺主 美的成熟又风韵 这才是对得起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 红颜的色意双绝 整体的古韵气质与娴熟演技 能让观众自然而然地进入剧情 这个时候有谁还会去留意 她的鼻子塌不塌 脸扁不扁 就只顾顶着那双阴阴的眉眼看了 阿 郭珍妮赵和德 厚嘴唇 长人钟 嘴巴还有些扁 黑土地走出来的郭珍妮 因为夏合教官还会显得 脸盘子看起来有些偏大 长相略带顿感 五官不够细腻 郭珍妮不是一眼惊艳的标志型美人 在母仪天下中扮演的 赵飞燕之妹赵和德 从长相上来看 五官标志脸蛋小巧的 佟丽亚堪称顶级美人 而硬伤颇多的郭珍妮 就显得普通很多 然而 只要两姐妹一对比 在魅谷天长 活色生香的赵和德面前 一眼就能看到底的赵飞燕 只会是个空有皮囊 毫无灵魂的木头美人 灵动的狐狸眼里 好似藏着对撩人的小钩子 微微一笑间 眼尾上扬 嘴唇浅浅鸣起 那骨子里散发出的 妩媚勾魂射破 别说色欲熏心的汉成帝 被她轻松拿下 就连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失了心神 明明只有七分的颜值 却能演出十二分的美貌风情 正是因为郭珍妮演艺下的 赵和德太过千娇百媚 导致剧里其他女演员 都显得没那么起眼了 三 温碧霞 大美人温碧霞也是她鼻代表之一 她山根起点比较低 五官当中就属鼻子最没存在感 不过她脸颊饱满圆润 眼镜慧霞灵动 嘴唇性感 所以面部看起来非常妩媚动人 换上古装之后大气明艳 天生自带一副魅骨天成的迷人气息 无形之中能把人聊得神魂颠倒 其实温碧霞面部线条流畅 三庭无言比例均衡 只是鼻根稍低 不过也正是鼻子的立体度不足 降低了脸部攻击性 使她看上去多了几分楚楚动人的柔弱感 风情却又不风骚 温碧霞宅男杀手之称绝不是浪得虚名 四 何杜娟未美人 细看何杜娟的五官不是现代神美里的大美女 她颧骨高 太阳穴凹陷 额头很窄 脸型却很长 这样的长相上镜看缺点很明显 也很吃造型 以如天气之白蛇传说里的冷宁 淡披发夹过短的额氏 不仅没能扬长臂短 还愈发突出了她发气线过高与脸型奇怪的缺陷 诚如刘烈所说淡定的何杜娟像个古代女子 温良千功 古典气息浓郁 加上性格温婉柔情 即使长相不算惊艳 但若是遇上合适的装造 何杜娟也能美得惊为天人 2015年的《芈月传》 尽管有孙丽 刘涛等五官立体的大美人在前 可看到何杜娟为美人出场的那一刻 还是被她楚楚动人的美给夺去了目光 长发如丝绸斑柔顺 眼神似幽蓝斑忧郁 绸眉未醋 明眸似水 好似小白兔一样娇羞的魏美人 皮肤光洁细腻 五官自带江南烟雨的朦胧感 当时看到魏美人真的被惊艳到了 甚至看完了整部剧 依然觉得她就是里面最漂亮的 读王燕 很多观众认识王燕来源于环珠格格 那个知书实礼 温柔善良的秦儿 一出场就吸引了全场焦点 眉梢眼角传柔情 轻素贤雅滋如画 像梨花一般淡雅一人 王燕的长相不是那种惊为天人的美艳 而是润舞戏无声般的古典温婉 五官之中 除了鼻根凹她之外 其他方面问题不大 整体轮廓鲜明 秀巧 皮肤洁白细腻 远远的脸带上 镌刻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镜 笑的时候娇俏可人 哭的时候分外惹人怜惜 可塑性十分强 可柔可萨 演得了纯情小白花 也演得了蛇心美人 在《武林外史》里饰演的 白飞飞及清纯鱼很辣鱼一身 被很多观众称为童年白月光 距离白飞飞的三观是非常颠覆人性的 但王燕硬是凭借一张柔美长相 以及纯熟的演技吸粉无数 甚至碾压了女主朱七七 活生生地让观众意识到 何为三观跟着五观走 六 左小青哑风 额头较高 下额角较长 左小青的下半张脸看起来顿感十足 侧脸也不够立体 她的容颜第一眼看上去很普通 在娱乐圈也不算数一数二 但五观柔和的左小青 美得没有攻击性 越看越会发觉 她身上有种沉静的文雅气息 特别是浅浅一笑时 还会显出几分单纯的娇憨 幸运的是 颜值巅峰七的左小青 接到了明补镇关东中的雅峰一角 雅峰是文明江湖的 蝶谷七英之一 也是蝶谷第一美人 温柔聪慧又擅长一束 二十六岁的左小青五观 清丽淡雅 半相柔美侠气 各色淡粉 淡蓝长裙 轻盈飘逸 眼角几颗钻石点缀 闪闪迷人 脖子上细致的丝带绢花 像是提升优雅气质 干净的妆 发配上清丽的美人 回首再看那时的左小青 肌肤吹弹可破 白皙盛雪 是标准的氧气美女类型 尽管当年的剧组还有柔雪 飘花 上官摇红 以及安宁公主等美人 但在清新脱俗 还带着飘飘仙气的雅峰面前 其他人都被衬得暗淡了几分 其蔡卓妍 论武官的精致度 阿萨比不上阿娇 只要俩人同框 可以清晰看出 阿萨的鼻子要比阿娇的扁平 读过 若论甜美金合度 却是阿萨更胜一筹 阿萨的长相比较凌家少女系 出道多年依然还是一张娃娃脸 她十八岁踏入演艺圈 最后靠 我好想你啊 一出道就在 齐天大圣孙悟空中 饰演女主紫兰仙子 那时候演技还很青涩 但她外形甜美可爱 笑容很有感染力 笑起来明眸好指的样子 让人看得心情格外舒适 虽然不是传统意义的鹅蛋脸 性人眼 高鼻梁的长相 但也是符合时下 审美的可爱风 Q弹水润的脸蛋 清澈灵动的眼镜 一拼一笑都充满了青春活力 答 范文芳 范文芳的美不是第一眼就能get到 因为她的五官并不符合标准大美人 眼睛不够大 鼻梁不够挺 嘴巴也不够小 但她就是很神奇 这些听起来全是bug的零件组合在一起却又相当和谐 甚至还透出一丝淡淡的清冷美感 她肤色很白皙 身材也高挑匀衬 体态还轻盈优美 因此特别适合出演古装剧 小时候的武侠剧里经常能看到她那模窑窕身影 在一系列翻拍剧中 即便有很多诸遇在前的经典 范文芳也总能演出属于自己独一份的韵味 她的白衣小龙女曾占据了很多90后观众的童年记忆 还有在青蛇与白蛇中 她饰演的白蛇也一度让人感到无比惊艳 尤其是刚幻化成人形的这一段 妖娆之余又可爱 不是只有精致完美的长相才能演出经验感 演技 气质与整体的协调都很重要 外形虽然有硬伤 但靠着过人的魅力和勾魂的演技 一样能够艳压一大片 当然了除了以上八位 还有很多颜值缺陷的古装美女 你还知道谁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